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在古老岩石中发现的人工制品的谜团 那么要讲的第一个谜团是围绕着一个叫做多切斯特胡的人工制品 多切斯特胡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发现 1852年6月5日,当地的一家报纸叫做波士顿抄本 它刊登了一篇文章,首次提到了多切斯特胡 但是呢,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发现多切斯特胡具体的时间 它是用了一个非常大概的说法,用的是一段时间以前这样的说法 所以呢,关于多切斯特胡发现的时间 有的文章说是1851年,有的文章说是1852年 根据文章的描述,发现多切斯特胡是因为在当地 一座叫做惠意厅山,进行的一次受空爆破而得到的 这次爆破主要是用来粉碎在惠意厅山地表以下的布丁石 就在爆炸之后所产生的布丁石的瓦力中 发现了分裂成两块的多切斯特胡 多切斯特胡高0.15米,底部宽0.18米 顶部宽0.09米,壁厚4毫米,呈精美的中型 它是金属制品,根据文章的描述,认为是镀银的芯 表面用纯银镶嵌着六种复杂的不同的花卉 用于装饰,非常的精美 据文章说,在发现多切斯特胡的现场 有几位来自于多切斯特市区的知名人士 其中有一位是史密斯博士 文章指出,在发现多切斯特胡之后 多切斯特胡就被其中的一位知名人士带回家 史密斯博士绘制了一幅极其详细的精确测量图 来描述这个物体 不过很快,多切斯特胡的原物就神秘的消失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找到过它 不过由于史密斯博士所留下的那个精确的测量图 使得有兴趣的人仍然可以知道多切斯特胡它的尺寸 和样式 文章中提到的包裹多切斯特胡的布丁石 它的学名呢,是罗沃斯波里·利延 它为证明有超过五一年的历史 也就是说多切斯特胡如果镶嵌在岩石中 那么至少它有五一年的历史 但是除了那篇最原始文章的描述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多切斯特胡正是包裹在布丁石之中 本来呢,关于多切斯特胡的描述 在这篇最原始的文章发表之后 并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 可是1852年6月出版的《科学美国人》 报道了多切斯特胡 从而使得多切斯特胡广而人知 但实际上,科学美国人提到多切斯特胡 是具有讽刺意 它是讽刺多切斯特镇上的人缺乏科学常识 把多切斯特胡当作是一个圣迹 他们对多切斯特胡的描述实际上是一个笑话 也正是由于科学美国人对多切斯特胡持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在之后的70多年 多切斯特胡并没有被太多的提及 直到1919年,查尔斯福特出版了他的小说《诅咒之书》 这才又一次提起了多切斯特胡 随着小说的流行 很多人对多切斯特胡就产生了兴趣 现在有不少报道和网站声称 多切斯特胡经过了不少博物馆和科学家的研究和测试 但这都是不正确 因为多切斯特胡的原件已经不知下落了 关于多切斯特胡的说法多种多样 有的人说多切斯特胡是来自于诺亚大洪水之前 它表面用于装饰的花卉花纹描述的正是大洪水之前的植物 又有人说多切斯特胡是来自于地外文明的产物 更多的人相信多切斯特胡是一个有力的证物 来证明现代科学关于人类发展史的结论是错误的 但所有这些说法都基于一个假设 那就是多切斯特胡的的确确是被布丁岩包裹着 但恰恰是这个假设没有办法得到证实 除了波士顿抄本上面那篇至于原始的文章 记住了多切斯特胡发现的过程 再没有任何的文献来证明多切斯特胡的存在 而且在那篇原始文章中有一个明显的漏洞 他说史密斯博士曾经到东方各处旅游 他曾经看见过数百件奇特的物品和器皿 并且有描述他们的精确图纸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 可恰恰是史密斯博士对多切斯特胡的精确绘图 但人们发现他和维多利亚时代印度烟斗有着惊人的相似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史密斯博士对各种器皿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研究 博恩广计 那他怎么会没有发现多切斯特胡 这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呢 因此现在有大量的反对者认为多切斯特胡 只不过是一件埋在地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工制品罢了 我们下面一个要讲的神秘的人工制品 是在古老岩石中的三腿插头 1998年 美国的一位电气工程师约翰·威廉姆斯 声称他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到美国边缘山区远足 但是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地点 他只是说远离人类文明的区域 他走着走着就发现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从地里伸出来 因为他是电气工程师 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类似于三脚插头的东西 于是呢 他就进行了挖掘 结果他发现这是一块古老的花岗岩 而且在这个花岗岩石里 镶嵌了一个像现代三脚插头的东西 威廉姆斯试图把这个插头从岩石里拔出 但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插头已经和这块古老的岩石合为一体 按照威廉姆斯的描述 这块岩石是由花岗岩 云石和长石组成的 规计至少有十万年的历史 他声称他让一位地质学家和工程师 研究了这个物体 但是无法辨别出 他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而且呢 这个电子元件和岩石融为一体 没有任何焊接和粘合的迹象 这个电子元件有着微弱的磁吸引力 威廉姆斯还声称 他曾经用X光进行了扫描 发现这个金属元件一直延伸到了石头内部不透明的结构 这些描述就为这个神秘的物体笼罩上了巨大的谜团 按照威廉姆斯他本人的说法 这个物体的存在就证明了远古文明或者是地外文明的存在 但是呢 关于这个神秘物体有很多的疑点 首先是威廉姆斯从来不愿意透露 他发现这个物体的具体地点 他给出的理由是 他怕人们蜂拥而至 破坏那个远离人类文明 有可能还有其他神秘物体的地方 第二个疑点 威廉姆斯声称 他找来地质学家和工程师 对这个物体进行过检测和研究 但这些来检测研究这个神秘物体的人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什么 威廉姆斯都没有给出准确而具体的答案 虽然威廉姆斯不断地声称 他非常希望有人来研究这个神秘的物体 但是每一次当人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 他总是会给出一个列满了不合理要求的清单 比如说他必须在场 这个神秘物体不能离开他的视线 为了他保留他在任何时间点上终止研究的权利 这就让很多想研究这个神秘物体的科研人员贸而却步 威廉姆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 我希望通过大量的报道 会出现一个科学探索团队 或者至少好莱坞和主要的媒体参与进来 这样额外的巨大的宣传 就会迫使科学界也参与进来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 威廉姆斯对于知名度 有着非常大的渴望 威廉姆斯为这个神奇的物体还建立了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你只要支付19美金 就可以获得150张关于这个神秘物体的照片和一张CD 上面有关于这个神秘物体所有的信息和资料 甚至在这个网站上 威廉姆斯还列出了出售这个神秘物体的价格 就是50万美金 不过呢 你即使想购买这块神秘物体 你也必须符合威廉姆斯的条件 而威廉姆斯的条件完全是他主观的好物 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姆斯与其说 他想找到这个神秘物体的真实答案 倒不如说他围绕着这个神秘物体 再提高知名度和建立非常成功的商业运作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 威廉姆斯所发现的这个神秘的电子元件 实际上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伪造的物体 但是只要这个神秘的电子元件 得不到真正的科学研究和分析 那么所有的争论 也就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